欢迎来到小丑电影院 我是丑哥 今天咱们要说的是 刚毕业小伙 上班第一天就当上了千亿公司总裁的故事 好了废话我都说 观众老爷们办好姿势 拿好瓜子儿 电影马上开始 话说这是不知道红年马月的美国 咱们的男主卷毛哥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满怀憧憬的来到大都市纽约 想要大展拳脚闯出一番名堂 但是在招聘窗口 他傻傻看了半天 愣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为啥呢 因为就算是打扫厕所的工作都要求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我靠这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卷毛哥当然是看着一脸懵逼 而这个时候 亿万富翁老白正跟公司股东们开会 听着手下的财务报告 小胖子一脸兴奋的说 今年公司又开了上百家门面 又赚了好几百个亿 一群老家伙乐的是合不拢嘴 而此时的老白却望着窗外若有所思 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 他突然有种冲动 随后当着一群股东的面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再一个加速 撞破玻璃来了个自由落体 去着牛顿探到万有引力去了 他这一下从45楼跳下去 直接是摔了稀碎啊 老白这一词 一直跟他不对眼的老王 直接掌控了公司 但是因为老白没有家人 也没有留下遗嘱 所以他的公司股份要被公开卖掉 老王和这一群股东 当然是不乐意公司落到别人的手里 但是现在买花的钱又太多 于是老王出了个搜主意 找一个脑子不好使的人当老总 然后弄低公司股价 他们在低价购买老白的股份 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赚个盆满钵满 想不想都开心啊 而与此同时 备受打击的卷毛哥 恰好来到老白的公司 干了一份不需要工作经验的活 说白了就是个送信员 刚刚上班没多久 就听到老板咯屁的消息 随后还接到一个没人愿意接的活 将老白死前写的一封信 交到老王手上 不就是一封信吗 为什么没人愿意干呢 还不都是老白和老王给做的 两个老家伙总是喜欢写信户怼 之前去送信的哥们 一个个都没讨着好 最后拎包走了人 没办法 烫手的山芋是甩不掉了 卷毛哥装的胆子 来到了四十五层 见到老王之后 没着急把信给他 而是趁此机会 向老王介绍他的创意发明 随后掏出一张纸 没错 啥也没有 就是一个缘 卷毛哥满脸期待的看着老王 果然愣了几秒之后 老王很开心啊 为啥呢 因为老王觉得卷毛哥 就是自己要找的 那个脑子秀朵的人 于是老王让卷毛哥 做到老板仪 还让他当了公司的总裁 卷毛哥瞬间 从一个穷小伙 当上了千亿公司的老总 这简直就是祖坟冒情烟了呀 乐得他是傻笑了好几天 随后卷毛哥是大选家抽着 高级西装穿着 名贵红酒喝着 风光到不行 各大股东 对这个一脸傻样的老总 也是很满意 随后老王开始暗中操作 接着各大报纸 开始报道 白痴当上了老总 一时间公司股价大跌 老王心里乐开了花 而这个时候 新闻记者卷发妹 寻找机会接近卷毛哥 想要套取有价值的新闻 结果只抛了一个魅眼 就把没谈过恋爱的卷毛哥搞定 还当了卷毛哥的贴身秘书 随后卷毛哥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发明 就是那个缘 看了之后 卷发妹就写了一篇文章 白痴老总想要搞发明 因为他的文章 卷毛哥的声望和公司的股价 又是一轮大跌 卷毛哥觉得自己很失败 向卷发妹倾诉 并真情流露了一番 没想到竟然打动了卷发妹 然后两人就王八看了一斗 看对了眼 滚起了床单 在卷发妹的鼓励下 卷毛哥决定生产自己的发明 跟股东们展示之后才知道 原来这就是丑哥小时候玩的货拉圈呀 老王觉得这个发明 非常符合白痴老总的身份 于是同意大批量生产 为了让公司股价跌得更惨一些 老王还给货拉圈 定了179美元一个的土豪价 果然货拉圈上市之后 一个也没卖掉 商店老板抽的要死要活 将价格一次次往下降 最后白送的时候都没有人愿意瞅一眼 随后货拉圈被商店老板当破烂扔掉 但在这时 却被一个小屁孩捡了起来 结果货拉圈被这熊孩子弯出了花呀 引起了很多孩子的围观 之后货拉圈被封抢 迅速风靡整个美国 还供不应求 转货拉圈成了美国全民热爱的运动 新闻媒体将卷毛哥的发明夸上了天 最后连美国总统都亲自打电话 表扬他为美国运动做出的贡献 与此同时 比老白在世的时候还要牛逼 但是老王和股东们的脸都绿了 想死的心都有啊 老王不甘心 为了打击股价 他将卷发妹新闻记者的身份 以及他写的文章告诉了卷毛哥 卷毛哥知道后非常伤心 没想到第一次贪恋爱还遇到个新机表 卷发妹跑来跟他道歉解释 但是卷毛哥暴脾气一上来直接说分手 随后老王又暗中造谣 说卷毛哥的发明是抄袭别人的 一时间流言满天飞 卷毛哥一夜之间 从被民众追成的发明家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小偷 走在大街上就像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不管他怎么解释都是徒劳 没人相信 心灰意冷的卷毛哥来到公司楼顶 一时想不开就想跳下去 但是当他扒着窗户的时候 突然就害怕了 但是为时一晚 他还是跟老白一样来了个自由落体一路 就在他落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时间静止了 卷毛哥被钉在半空 然后头上顶着光圈 扇着翅膀的天使老白出现在卷毛哥身边 说了一头没有营养的话之后 卷毛哥掏出了那封还没有给老王的信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原来老白在信里已经写得非常清楚 会把自己的所有股份送给下一位当总裁的人 很明显这个人就是卷毛哥了 最后我毛哥安全着陆 高兴的跑到酒吧找到了喝着闷酒的卷发妹 两个人忘我的抱在一起 第二天 卷毛哥接收了老白的所有股份 而老王心态爆炸 受不了刺激 成了神经病 还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电影就结束了 看了这部电影 丑哥只想说 如果让你成为一亿万富翁 你会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在评论局告诉丑哥你的想法 如果是丑哥的话 我就会买下俄罗斯所有美女 然后送给帮我点赞的观众老爷们 每天给他们做大宝剑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下个视频 我们再见